一位韩国人为何选择在浙江省的坟口镇发展绿色农业 之前完全不懂农业的门外汉 在发展绿色农业的过程中碰到了什么问题 就当它不是没有肥腻 没有土 他的妻子又给予他哪些帮助 为了解决果园的虫害 他又想到了什么绿色小点子 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一位韩国人的绿色农业梦 浙江省淳安县的坟口镇位于淳安县西部 是杭州的西大门 坟口镇从2010年起开始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是一批怀着绿色农业梦的新农人纷纷加入了进来 一个叫秦州泽的韩国人脱颖而出 他种植的绿色奇异果成为了当地最受欢迎的绿色水果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在发展绿色农业之前 秦州泽对农业一窍不通 那么这样一个门外汉如何将眼前这片贪图地变成120亩奇异果园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了秦州泽位于坟口镇四下村的奇异果园 这些鹅是奇异果园最称职的首位 它们会用叫声警告入侵者 秦州泽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们喂食 那么这个韩国人在种植奇异果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或许在它的果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我们去果园看一看 过来 这直接进去 我看这上面全是这个奇异果 对 这都成熟了吗已经 对 成熟了 能直接摆下来了 好 那您为什么会想在这种这个奇异果呢 我最喜欢吃这个水果 还有在韩国的时候买了多少吃了多少 因为特别喜欢吃什么 对对 韩国那边也是有点贵的这个水果的 这个水果在韩国多少钱 一个还是一斤 一个 一个 最少六块以上 像这边我们看到有些还比较用的这种奇异果 那这个大概还要多长时间才能熟呢 这个呢先摘下来 然后仓库里面放一下一段时间 自己熟的 那这些大概什么时候能摘了呢 国庆节左右 再来以后放荣库里面 可以存放六个月左右 奇异果是猕猴桃的另一种叫法 中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 1904年猕猴桃从中国引进到新西兰 因为酷似当地的奇异鸟 被新西兰人称作奇异果 而秦州则种植的则是来自韩国的改良品种 他告诉我们 这里的奇异果受欢迎 品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果园的绿色奇异果受到当地的推崇 是否与他之前从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关联呢 我刚看到啊 您这个奇异果果园里面的种植非常的好 那您之前是在这个农业方面非常有研究吗 没有 一点都不懂 一点都不懂 对 还有呢 我城市长大的 所以我看也没看过农业 就买东西 农产品买过 可是没有碰过 就没有这种经验 对 这个呢 这个以前我做清除口贸易的 常年奔波于中韩两国的秦州则 通过经商使自己的生活富裕了起来 而他转行做农民也不是偶然 他一直认为农民也是非常神圣的职业 作为一个农民 需要对自己食品的品质负责 在履行自己工作义务的同时 又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是他想成为农民最主要的原因 一次中韩两国朋友的聚会上 一位中国朋友谈到土地流转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其中也提到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农业的事情 听到这些消息后 秦州则与他彻夜长谈了一次 第二天 这个韩国商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打算把自己的所有积极都拿出来 通过土地流转政策 在中国开始自己的绿色农业梦 听到了中国朋友的介绍 这个土地流转的政策 我听到了我兴奋 如果在韩国种情况要买土地的 土地在韩国买这么贵 我买不起 可是中国可以住地 还能这么加个合理 所以我这么大的地 住下来 一种做产业了 开始 一般的有经验的农民 种植农作物会因地质疑 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 在种之前一目了然 然而对于不懂农业的秦州则来说 他更在意的是选地周围的生态环境 对环境格外挑剔的秦州则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 通过朋友介绍 他了解到浙江省淳安县的坟口镇 正在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这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 来到这里后 秦州则被眼前的生态环境深深地吸引住了 就在看完四下村的第二天 他找到坟口镇负责农业工作的鲁志宏 签订了一份土地流转合约 秦州则找到了韩国林业部的专家 对土壤的表层进行了检测 从土层表秧的检测结果来看 这里符合奇异果的生长要求 还没等土地完整的检测结果出来 秦州则便把所有的种植奇异果的设施 配备齐全 但是当结果出来以后 他却傻了眼 土地不是以前这样的 你我们去看一下 行 那我给您一块先去看看 好 你看这块地 这里都是大的石头 对 我刚开始挖了这块地 看到这种石头以前比这个大 比这种石头还要大 大得多 就看到这个表面上都是绿草是吗 对 全部绿草的 那挖了多深以后 就有这种大石头了呢 没有 大概二三十公分以后 全部这种 二十三公分就都这种大石头了 对 那当时心情怎么样了 绝望了 什么都就怎么做 不动农业 可是这个知道吗 全部石头怎么种 叫专家过来 他说呢 专家说呢 第一 第一 两个选择 第一 抛弃 这个地 如果抛弃的话呢 就顺时组金 第二呢 就继续种 继续种呢 要时间要长时间 要培养土地的培养时间长一点 就要把这个土地培养时间很长啊 对 那当时这个土壤怎么样呢 你看 就这个土没有肥力是吗 就当它不是没有肥力 没有土 这上面基本上都是石头是吧 对 石头 砂质 我不懂得农业了 也看也是这样 也看都种不了这个农业 对 那您最后怎么选择的呢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就解忘了 秦舟泽以前做进出口贸易的时候顺风顺水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自己对农业梦过分理想化 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的妻子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杨芳是湖北恩时人 现在与秦舟泽一起在果园工作 您现在正在切这个奇果呢 对对对 昨天栽下来的 那在您心目当中 您觉得您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不懂农业 所以做一个农民来说 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也能够想象得到 做农业是在 一定是在乡村 他跟这个乡村的这个思维方式 还不太能够那么很好地对接 我听他说 他那一块地土壤不好 他回去跟我说土壤不好 然后一个人在那边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然后希望我过来 杨芳在广州工作时 与秦舟泽相识 为了原丈夫的农业梦 他毅然辞掉了自己在广州 年薪五十万的工作 与秦舟泽一样 现在的杨芳成为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奇异果种植专业户 他来到奇异果园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秦舟泽 解决陪土问题 我听说啊 就您在这边培育这个土壤 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 比较长时间了呢 我们 10年租这个地 从11年到13年 接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在陪土前期 一直在培育这个土壤 是的 那现在这个土是怎么样了呢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土跟现在的土 我现在在这儿也是在检查这个土壤 好 是 这边是什么 这个土是之前的土壤还是说是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我们租地租下来当时的土壤 种不了 什么也种不了 所以当时我们过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那个特别大的石头 然后还有这些小型的石头能够剪出去 全部要尽力剪出去 那光光剪完这些石头就够了吗 不可以的 剪完石头你看这个泥土也没有 根本就没有土壤 这个土壤是非常的松散的 对对对对 没有肥膩 那接下来怎么做的 没有肥膩 所以后来我跟我老公就决定 就听取了一些专家的意见 可以种绿肥 什么是绿肥 绿肥就是 它一种草 但是它可以 提升这个土壤的肥力 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那意思就是说 种下一种草之后 然后这个土壤的肥力就增加了是吗 我们把这个绿肥 割到地里悬根 这个就是养分 就是我们用来 我们三年改良那个土壤 这个过程用的养分 这个就是我们肥菌棒 就那个肥蘑菇棒 这个就是呀 那我可能 只能从单从颜色上看上 有区 这个里边 它有一些脉肤 稻骨壳 比较疏松 是 那以现在这个土壤的肥力来种植 这个奇谱果应该是挺好的了吧 非常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要不停地检查 每一块土壤 毕竟这个是新开地嘛 我们要看现阶段的土壤 肥力怎么样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还是在继续做这个改良的工作 我们会不停地做的 同秦州泽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鲁志宏 受当地政府的指示 将秦州泽七异果原立像 并进行全场跟进 虽然秦州泽是外国国籍 却享受到了中国公民 通过土地流转政策 所拥有的权益 它的这个整个设施 钢架这块 包括地域的油脊肥改良土壤 这块环节 我们都有相应的补助 这块 这个改良这个土壤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那它每年 它已经改了四五年 每年都要花费 至少十五万以上 二十万的资金 用于这改良土壤 因为这地理条件比较差 因为新改的田地理条件比较差 所以它连续每年都要改良土壤 不至于地理下降 那么这个燕坝是 我们2012年修建的 这个燕坝 那么这个燕坝的 整个都是政府投资 投资了两百万 那么主要是 下面有两千亩的良田 灌溉 这一个 这锅就有个水来灌溉 对 这水灌溉的 都是用这个五强气的水 那么这个修好之后 也方便了秦燕省 它的基地的绰形 它原先每着燕坝 都是从水里雇的 都是 那样其实还是很方便 这很方便 包括附近的村民 都很方便 这块 洋芳与秦周泽 渐渐习惯了当农民的生活 他们忘掉了都市的忙碌 共同去经历眼前的生活 每周他们都会找时间 去清理焚口镇的银杏落叶 当地人都称他们为 银杏叶清洁工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们真正的目的 那么这些银杏叶与奇异果园 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在奇异果园 我们发现这对夫妇 正在寻找一些 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而他们也把这个过程 视作闲暇时的一种乐趣 这个就是你们今天 上午抓了一上午的虫子 对 这都是些什么虫子 虫子有 可以直接拿出来吗 它胆子大 我总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 对 有臭屁虫 很臭很臭的臭屁虫 这个是 这个是 猫猫虫 您就直接用手抓着呀 可以的 这是臭屁虫 这个是猫猫虫 骸虫嘛 在果园里吃果实 还有吃树叶 这个臭屁虫 把我们的果子吃了之后 我看看 这儿就被臭屁虫 这点叮了 这点叮下去了是吗 对对对 颜色会马上变 而且它会提前果实掉下来 哦 明显可以看到 对 从这儿开始腐烂了 对吧 这个地方就腐烂了 嗯 这个叶子是不是也是被那个虫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猫猫猫虫的猫猫虫吃的 哦 就这片叶子 是的 嗯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的明显啊 这片叶子上面全部是洞 都是被那个猫猫虫给吃的 对 嗯 对 把叶子吃了 这样叶子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光和作用 嗯 但你们这个虫子是抓了多长时间啊 今天上午 抓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就这么一点 那我想这么大的果园 就是如果得全部把虫子抓完 得用多长时间呀 抓不完 抓不完 为了发展绿色农业 夫妻俩不打算使用化学农药 他们在网上开始寻找各种绿色的出充方法 黑光灯是夫妇俩为灭虫使用过的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东西还在一直沿用着吗 没有了 现在没用了 为什么呢 呃 因为我们当时用这个刚开始 确实给我们带了很好的效果 很多虫子都被我们抓住 我们果园的虫子也减少了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虫子并没有减少 怎么越来越多的虫子 抓不完的虫 所以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然后我们就请教专家 专家就告诉我们 另一个新的方法 他叫我们去做一下实验 而这个办法就会使用到之前采集的银杏落叶 那秦先生 我看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很多这个配料 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什么呢 嗯 这个一种天然的沙虫鸡 天然的沙虫鸡 对对对 那应该怎么做 您应该来教教我们 好 你看一下 好不好 嗯 这个是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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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需要 这个黄色的 哦 只需要蛋黄就行 对对 那这个鸡蛋是有什么样作用呢 哦 就是粘性的作用 哦 还有200毫升的水 哦 这个都有严格的要求吗 对 严格的要求的 嗯 这已经变成了白色了 白色 啊 这里还有放60毫升的油 哦 放油的作用是什么呢 哦 堵塞冲着的呼吸道 哦 是不是也是说这个油也有那种粘性 然后可以就粘住那个昆虫 对对 昆虫的 哦 好了 一切好了以后呢 嗯 这里放 这个是韩国专家告诉我的 这个配方 嗯 还有呢我自己 这里放了这个 运行叶子 哦 放这个叶子是有什么 哦 这个是杀虫作用 嗯 嗯 提到一个杀虫 嗯 杀虫的作用 直接放到里面就行了 哦 对对对 把这些叶子都放进去 嗯 放进去了 嗯 放进去了 嗯 然后再搅拌 哦 再搅拌 搅拌 这样天然杀虫剂就做好了 加水吸湿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青州则告诉我们 这种自制的绿色杀虫剂效果不错 他认为生活中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发现 秉承这样的思路 青州则发现 除了银杏叶以外 大蒜 苦瓜汁 花椒水等天然原料 都能对不同的害虫起到预防作用 而现在的青州则也非常享受自己在果园中所做的任何一项工作 从之前对农业的一窍不通 到现在指导工人在果园中工作 青州则对农业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来过这片果园的人 看过这里的风景都不禁赞叹 这个韩国人非常会选地方 为了方便奇异果的储存 他在果园旁边建了两个大型冷库 一个已经投入使用 而另外一个还在修建 秦州则很感谢当地政府 修建冷库所花的经费 是当地政府和他一起承担的 比如说这个冷库 它建了之后 它投资20多万 我们政府大概補出40%左右 每周他都会定时定点地 与当地的同行讨论农业方面的心得 现在的秦州则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与别人一起分享农业上的经验 会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 他告诉我们 绿色农业以高产文产为目标 但是在他看来 周围环境的保护与优化 才是自己所追求的绿色农业梦 而现在他的奇异果种植技术 也得到了当地其他同行的认可 在坟口镇就有另外一个新农人 通过秦州则的技术 在一片75亩的摊土上 开始种植同样的品种 请问一下您和秦先生在一起合作多长时间 两年半了 两年半时间 秦先生给您提供了什么样技术方面的支持 这方面就是我们奇异果这个原地的话 都是按照它提供一些技术 建源的技术和一些的苗墨排管技术 这一片都是您家的这个果原 对 这边大概有多少面积呢 这里有75米 75米 就是方圆一块都是的 那秦先生您觉得他们家这个奇异果种得怎么样呀 还不错的 你看去年种的已经这么粗了 不错的 这个质干应该算比较粗的 对对对 应该明年后能这么粗 它要大概三四十斤 一棵树里面四十斤以上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清州则定期都会来这个奇异果园进行相关指导 他希望帮助身边每一个拥有绿色农业梦的朋友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 将绿色农业的理念贯彻到底 经过秦州则夫妇长达三年的努力 在摊途上开辟出一片奇异果园 他们的故事是更多的新农人加入到发展绿色农业的行列之中 粉吼镇也成为了绿色农业的圆梦之阵 浙江省淳安县在2016年获得全球绿色城市的头衔 那么它的绿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我戴上这头盔就正式加入咱们奇形大家庭了 一条150公里的黄湖公路 为什么被当地人称作生态绿道 这一条绿道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请请收看左边中国 生态绿道飘起来